大家好,今天为您解读的是《黑暗之门》副标题是由第一任首相领导的英国情报史。 这本书讲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秘密工作,作者是奥尔德里奇,国际安全专家科马克。 这本书的切入点就是英国首相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 作者按照在任首相的顺序一页一页地写着。 但是,我们对英国情报局的了解可能并非始于首相,而是始于《007》系列小说与电影,或是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 你可能看过电影吧? 那个叫《锅匠裁缝》的间谍,根据勒卡雷的小说改编成。 英国小说与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勒卡雷一样,《007》小说作者弗莱明也曾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他们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英国情报史上最著名的故事。 此外,英国国宝级作家毛姆也曾是间谍。 他的一本名为《英国特工阿申登》的系列小说就是间谍。 这个故事来源于他真实的生活。 有时候,情报机构的工作就像是文学一样,需要收集大量的线索,分析目标的性格和逻辑。 他从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作家是在脑子里完成这些任务的。 而情报工作则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来完成。 有的负责破译密码,有的负责收集情报,有的负责分析,有的负责伪装。 这是一场复杂的游戏。 小说也促进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发展。 这是一本《20世纪初》一位英国作家写的惊悚小说。 英国有5000名德国间谍,德国军队会入侵英国,等等。 这些小说每本可以售出100万本。 一时间,整个英国都陷入了间谍的狂热之中。 英国政府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于1979年成立秘密情报局。 这个机构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军事行动局,一个是负责英国国内反间谍活动的五个部门,另一个则是负责国外间谍活动的海外部门,也就是军情六处。 英国情报系统走向规范化,集中化,也有小说与叙述的力量。 刚才,我们提到过很多作家,他们的小说和电影都很受欢迎。 我们可以先把暗黑之门当作背景知识,然后再看国际政治或者间谍片,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政治领袖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把这篇文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二战期间,丘吉尔是怎么利用情报的? 第二,爱德华西斯在1970至1974任英国首相,那是冷战时期啊。 第三,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战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做了什么? 好吧,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看看二战期间丘吉尔如何运用情报。 在这个时代,情报工作在军事行动中是次要的。 有一部叫德黑兰的老电影,1943讲的是美国、英国、苏联的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会,讨论欧洲的第二战场。 德国情报机构已经破译了美国海军通信密码,得知三巨头将在德黑兰举行会议。 德国间谍正准备在那里刺杀三巨头。 影片讲述了苏联情报人员抓捕德国间谍的故事。 暗黑之门中也提到了这段历史。 苏联派了三千名反间谍人员前往德黑兰进行核实,同时还抓获了四百余名纳粹间谍,以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 在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 一天,斯大林看到罗斯福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了丘吉尔。 他命令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 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当时德黑兰有大量苏联间谍活动,窃听英美官员。 罗斯福在信中写给丘吉尔。 您的裤子拉链没拉好。 先生,这件事足以说明,二战期间,政治领袖们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 丘吉尔对情报的重视程度很高,有一部名为模仿游戏的电影,以英国数学家图灵为主角。 在电影里,图灵在二战期间被征召去了布莱切利园,负责破译德国密码机布莱切利园,这是当时英国政府破译密码的秘密基地。 1941年9月,丘吉尔访问了布莱切利园,希望图灵能够向他们解释密码的方法。 丘吉尔喜欢看原始情报,而不喜欢分析情报。 但是原始资料好如烟海,光是英国驻巴西大使馆在1941年送来的各种情报就有一万三千条。 丘吉尔热衷于情报工作,扩大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规模。 比如二战结束时,英国有一万多名员工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这些情报中不仅包括了德国轰炸机,还包括了如何选择轰炸目标。 如何分析敌人的行动,是战争的关键。 丘吉尔最得意的事情,就是他能够预知到敌人的动向。 1941年3月底,丘吉尔接到基尼的消息,德国从罗马尼亚调来了三个装甲师。 丘吉尔立即断定,德国人正在入侵苏联。 此后,英国不断向苏联传递关于德国军队调动的情报,而苏联在间谍方面也做得很好。 从纳粹德国、东欧、日本得到了大量情报。 萨林收到了80多次关于德国入侵的警告,但由于苏德签订了不侵犯条约, 萨林对此无动于衷。 希特勒亲自写信给斯大林,斯大林宁愿相信这些纸面上的保证,也不相信德国军队的调动。 直到1944年6月22日,德国军队突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 历史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英国情报机构和丘吉尔早就知道日本要对珍珠港发动袭击, 却没有告诉美国,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的确掌握了大部分德国空军和陆军的情报, 能够解读德国与日本的秘密通信。 日本驻德国大使与希特勒的通信内容,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秘密。 然而,丘吉尔并没有隐瞒这件事。 军情五处派出一名特工前往纽约,向美国发出警告, 称日本将对珍珠港发动袭击。 但是美国FBI局长胡佛当时并不在意这一情报。 胡佛认为,英国人总是用假情报来干涉美国的内政, 企图将美国拖入战争之中。 那么英国会干涉美国的内政吗? 当时,光是纽约的情报人员, 就有一千名英国人租用了洛克菲勒中心的两层办公楼。 这里名义上是英美的安全联络处。 实际上,他们是想偷听罗斯福和国务卿的谈话, 然后又跟英国的美国大使谈了什么? 英国担心,如果纳粹德国占领了欧洲, 美国会会怎么做? 让我们看看纳粹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况吧。 英国当然想让美国人俯首称臣, 帮助他们打败纳粹。 所以,胡佛不信任英国情报机构,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丘吉尔和情报部门除了在美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外, 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假情报运动。 书中列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美国的两本日记在1941年成为畅销书, 一本是《柏林日记》, 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德国记者夏伊勒撰写。 夏伊勒后来写了《第三帝国的兴衰》, 这两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纳粹德国人的必读之书。 另一本名为《我与妹妹的畅销日记》, 由一位荷兰南海所著, 讲述了德国人入侵荷兰后荷兰人民的苦难。 父亲参战,母亲战死, 哥哥和姐姐逃到英国, 躲避大西洋潜入美国。 日记令人热泪盈眶, 激起人们对纳粹的憎恨。 然而,这个荷兰南海根本不存在。 英国情报机构为了博取美国人民的同情而伪造了这本日记。 英国还伪造了纳粹对拉丁美洲的军事地图。 罗斯福在演讲时也拿出了地图, 告诉美国人纳粹的狼子野心。 编故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报工作。 除了博取盟友的同情外, 还要欺骗敌人。 丘吉尔对欺骗计划非常着迷, 他故意散布假消息来误导敌军。 1943年, 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前, 两名英军军官策划了一个骗局, 准备花十英镑从医院停尸房里买一具无家可归的尸体, 给他穿上军装, 伪装成一名高级军事参谋, 并给他带上一只公文包。 公文包里装着一份秘密的进攻计划, 显示盟军将横穿地中海进行反击, 并将尸体抛入大海。 这个计划叫做肉迷计划。 尸体漂浮在西班牙, 西班牙人会将公文包里的文件交给德国情报机构。 德国人一定会认为盟军的反攻地点是在撒丁岛和希腊, 而不是在西西里。 这个骗局实际上是一场戏剧表演。 穿着睡衣, 叼着雪茄的丘吉尔听了这份报告, 非常高兴。 批准执行。 丘吉尔在任首相前曾任海军大臣, 陆军大臣, 空军大臣。 二战期间, 他不仅要应付纳粹德国, 还要应付后院的爱尔兰和印度。 他的战时内阁高速运转, 为英国培养了大量政治人才。 丘吉尔很早就判断出, 德国会入侵苏联, 除非他比斯大林更聪明, 但他是第一个进入战争状态的人。 对于局势的判断, 可能比那些尚未投入战斗的人要清醒得多。 没有参战的人都会抱着侥幸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德间谍相互渗透, 英美间谍相互合作, 各种密码密电不断被破译, 但是情报工作在军事行动中仍然是配角。 到了冷战时期, 间谍就成了主角。 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看看英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做了些什么。 爱德华西斯曾任英国首相, 曾是帆船运动员, 也曾指挥过伦敦交响乐团。 可是这位手下一旦跟情报部门联系起来, 就不是那么温文尔雅了。 西村上任后, 面临的挑战有三个, 一是冷战对手, 爱尔兰共和军和恐怖分子在国外, 三是工人运动, 经常闹罢工。 同时, 也要顾及新闻媒体的批评。 欧洲法院维护人权, 但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 首先, 我们要面对的是苏联这个冷战对手。 此时的英国情报机构, 主要精力都放在反间谍活动上。 英国与苏联的情报战, 可以说是一部史诗级的战争, 而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剑桥舞节。 苏联内政部从剑桥大学, 招募了五名青年才俊, 他们都愿意为苏联服务。 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 英国外交部一直在向苏联提供情报。 由于出身好的英国年轻人可以为苏联服务, 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决定再招募一些英国人。 1968年, 英国驻苏联大使被克格勃用美人寄陷害。 事情败露后, 英国非常不满地进行了反击。 在1970年, 他策反了一名在英国工作的苏联特工毕亚林。 他生活作风恶劣, 给英国人抓住了把柄。 他向英国证实, 伦敦有很多苏联间谍, 他们要么是外交人员, 要么是贸易代表团成员, 要么是民航部门的人, 要么是家属。 西斯首相得知这个消息后, 先是非常客气地请求苏联外交部长撤掉间谍。 但对方否认大使馆里有间谍, 事实上, 克格勃的事情, 苏联外交部也未必能控制得住。 1971年夏天, 西斯决定公开驱逐苏联间谍。 英国外交部提供给苏联官员一份名单, 驱逐90名间谍, 并禁止15名当时位在英国的苏联人入境。 这次行动被称为根除行动, 它削弱了克格勃在英国的侦查行动。 克格勃在剿灭行动后14年里, 伦敦的情报收集工作一直比欧洲其他地方要困难得多。 西斯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爱尔兰共和军 和其他一些新出现的恐怖组织。 爱尔兰共和军主张将北爱尔兰与英国分离, 其武装组织可以进行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 因此被许多国家视为恐怖组织。 1972年,恐怖活动达到顶峰, 英国共造成479人死亡。 西斯下达了瓦解爱尔兰共和军的命令,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自由支配金钱, 一种是收买情报, 另一种是不经审讯就拘留。 这就意味着可以秘密逮捕和拷问。 英国情报机构开始转向反恐。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方法吧。 作者称, 英国在一战期间因其新颖的审讯手段而闻名。 在中东的英国情报人员会让囚犯躺在波斯地毯上, 垫击就藏在下面。 如果不配合回答问题将被垫击。 如果这样还不行, 那就把犯人倒掉起来, 往他鼻孔里撒尿。 1965年, 英国情报局制定了一套审讯规则, 并强调不提倡任何形式的酷刑和肉体折磨, 因为受刑者在受刑时所说的未必是真话。 对于爱尔兰共和军, 北爱尔兰警方采取了一种叫做深度审讯的方法, 这是情报人员的指导。 这种方法有五种, 站在墙边, 带头套, 大声喧哗, 干扰, 剥夺睡眠, 剥夺饮食。 这五种方法在一周内轮换着用, 并不像是电机, 鞭子, 辣椒水那么直接, 但它能有效地打击囚犯的意志。 这五种酷刑很快就在英国报纸上传开,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社国际和欧洲法院也进行了调查, 西斯迫于压力, 下令禁止五大酷刑。 但是, 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坚持要和颜悦色, 他们是不会得到情报的。 事实上, 这五大酷刑是由英国人发明的, 如今,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仍在使用, 例如美国驻古巴的关塔纳摩监狱, 那里关押的不是囚犯, 而是囚犯。 日内瓦公约保护囚犯的权利, 关塔纳摩监狱里的囚犯没有被判刑, 没有律师,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释。 如何在不违背西方人权标准的情况下, 逼供出情报, 这是情报人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西斯在担任首相期间, 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工人运动。 当他上台时, 码头工人罢工, 政府屈服了。 西斯要求军情五处监控, 运输工人和工会主席, 拦截邮件和电话窃听。 有句话叫阴谋诡计。 1972年, 英国煤矿工人工会举行了一场大罢工, 工会主席斯卡吉尔就是其中之一。 军情五处担心的是, 这些工人运动勾结了苏联和想要推翻英国政府的组织。 比如那些大公司招人都要对所有工人进行背景审查, 把颠覆分子一网打尽。 西斯要求军情五处发出罢工警报, 也就是说, 情报部门必须知道罢工的地点。 然而, 工会主席经常不知道罢工发生在哪里。 1972年, 国际上又出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慕尼黑奥运人质事件, 一件是水门事件。 尼克松窃听政敌的丑闻曝光后, 黯然下台。 英国情报部门也对此做出了反应。 第一, 训练特种部队营救人质。 第二, 继续窃听, 评估风险。 在和平时期, 情报机构需要帮助首相处理恐怖主义和国内动荡。 西斯看起来温文尔雅, 但是五大酷刑和窃听却帮了他很大的忙。 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看看撒切尔夫人对马尔维纳斯战争的反应, 以及情报机构是怎么做的。 撒切尔上台后, 首先面临的国际挑战就是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 那是1979年12月。 在入侵前, 西方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 苏联军队调动的详细情况。 现在主角不是零七, 而是卫星。 美国卫星可以拍摄苏联军队的动向,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开始与英国进行情报共享。 自那时以来, 中情局和军情六处一直在阿富汗支持抵抗组织, 帮助他们反击苏军占领。 这次合作的是英美, 但对于英国来说, 更大的挑战是1982年3月阿根廷军队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 这是一座位于南太平洋的英国殖民地, 简称马岛。 接到入侵警报后, 撒切尔夫人立刻向马岛派遣了三艘核潜艇。 英国核潜艇于5月2日击沉一艘阿根廷巡洋舰。 两天之后, 阿根廷空军用飞鱼导弹击沉了一艘英国海军导弹驱逐舰。 阿根廷空军装备了飞鱼导弹, 是英国对马岛最大的威胁。 飞鱼导弹由法国自行研发。 英国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阿根廷空军能够使用的飞鱼导弹并不多, 要想在这场战争当中占据上风, 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阿根廷获得飞鱼导弹。 撒切尔马上打电话给法国总统密特朗, 警告他不要把飞鱼导弹给阿根廷, 因为有一批飞鱼导弹要送往秘鲁, 而秘鲁则是阿根廷的盟友。 如果这批货转移到阿根廷、英国、法国, 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密特朗保证不会再出货, 但法国已经向许多国家出售飞鱼导弹, 法国不会允许阿根廷从别处购买。 因此,军情六处被派去寻找所有飞鱼导弹 并阻止他们进入阿根廷。 先看看有没有货。 英国怀疑以色列、南非、利比亚 可能会向阿根廷提供援助。 英国警察局长表示, 为了阻止飞鱼导弹被送往阿根廷, 就像电影里一样。 实际上,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英国特工 可以在半路上抢劫任何一架货机, 哪怕这是一项肮脏的非法勾当, 但是这也是军事行动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7年电影里的场景并没有在现实中出现。 英国空军发现一架装有飞鱼导弹的波音货机 位于巴西。 他们考虑过偷袭运输机, 但最终还是决定向媒体透露消息, 让巴西承受媒体的压力, 不要把飞鱼导弹运到阿根廷。 实际上, 泄露消息就是一种姿态, 告诉别人, 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 我有能力对付你。 还有其他原因, 英国成功地阻止了飞鱼导弹进入阿根廷。 军情六处设下圈套, 派一名特工冒充军火贩子, 给他支票1600万英镑。 当活动经费的目的是联系阿根廷的军火买家, 让他们相信这个假扮的军火商拥有30枚飞鱼导弹。 这是一个用钱来诱骗的手段。 其实我们看07年电影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钱这个武器, 07有一张信用卡, 几乎没有额度限制, 花钱从来都不成问题。 巴黎军情六处官员与法国外安局特勤处合作。 特勤处的工作就是绑架和暗杀法国特工, 他们的工作并不受限制。 法国安全局曾经炸毁过运输舰, 绑架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甚至连美国总统的文件都被偷走了。 他们联系了几个阿根廷的军火商, 把他们杀了。 后来, 军情六处官员回忆, 那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因为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拿到杀人执照的日子。 此前, 尽管法国总统密特朗保证 不会将飞鱼导弹运至阿根廷, 但英国一度怀疑法国是否真的帮助了他们。 撒切尔夫人在经历过马岛战争后, 意识到法国人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反观美国却是个局外人。 法国人帮我们杀人, 干脏活累活, 这才叫自己人。 英法海底隧道, 他并不打算在1984年批准。 我们平时看不见间谍, 也看不见情报。 但是当我们看到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的时候, 就会想起1982年他们打过一场仗。 我们到欧洲旅游时, 可以坐火车穿过海底隧道到英法。 原来, 这条隧道是英国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凝聚起来的。 好吧, 这就是暗黑之门的核心内容。 首先, 英国间谍小说有着后世的传统和群众基础。 007的原创者弗莱宁和约翰·勒卡雷曾为英国情报局工作过。 秋天, 他非常重视情报, 喜欢阅读原始信息。 根据情报, 他已经预见到了德国入侵苏联的可能。 除了间谍之外, 丘吉尔和经济部门还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假情报运动。 那就是编造故事, 不仅要欺骗敌人, 还要博取盟友的同情。 第二, 冷战时期英国情报机构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 双方相互驱逐, 外交人员相互渗透, 叛逃暗杀。 1970年至1974年, 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西斯批准根除行动。 削弱克格勃在英国的侦查行动。 情报机构也帮助西斯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 恐怖主义和国内稳定。 第三, 英国情报机构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对审讯技术进行了规范, 通过一些非直接伤害肉体的刑讯手段来折磨囚犯, 摧毁囚犯的意志。 且听, 刑讯贿赂是情报部门惯用的手段, 但真正的绑架, 杀人, 却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14, 1982年, 阿根廷军政府入侵英国殖民地地马岛。 阿根廷空军装备有飞鱼导弹, 对马岛造成威胁最大。 撒切尔夫人要求法国保证飞鱼导弹不能运往阿根廷, 同时, MI6已经采取了几项措施来阻止飞鱼导弹进入阿根廷。 最后, 情报机构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运作, 它还涉及到国际国内的安全事务。 情报工作是一个警觉的系统, 英国的每一任首相都把情报工作看得很重, 因为国家需要警觉系统。